威力和朋友 威力很孤单 每个人好像都有朋友 只有威力总是一个人 大家叫威力小废物 谁都不愿和他一起玩 一天 威力在公园里 一边溜达一边想着心事 修跑过来 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哐 对不起 修说 威力听了 很惊讶 我 应该我说 对不起 他说 我只顾想是没看路 我 是我不好 修说 我光顾跑步 没看路 真对不起 修 帮威力站稳 他们坐到椅子上 看长跑队员们训练 看上去 他们自己玩得挺开心的 修说道 威力听了 笑出声来 爱闹式的大鼻子出现了 嘿 我正找你呢 小废物 他嘲笑道 这时 修站了起来 需要我帮忙吗 他问道 大鼻子吓得飞快地跑掉了 于是 威力和修去逛动物园 然后 他们又去了图书馆 在那儿 威力读书给修听 从图书馆出来 走着走着 修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看见了一个可怕的家伙 需要我帮忙吗 威力问道 接着 他小心地把蜘蛛从路上移走了 威力觉得十分得意 明天还要一起玩吗 修问 好啊 那太棒了 威力说 而且 你看